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針對黃大陸委員所談的 這個法案的重要性能我來說明 這個法案 環港行動法 在民國九十二年第五屆 九十六年第六屆 都曾經審議過 但是基於危害人權以及自由法治的問題 當初國民黨立委在207年的時候要審查說 他們是反對的 在程序委員就擋 也就是說 反恐是很重要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談就是說 今天兩個法案 環港行委員以及黃大陸委員所期的法案 事實上一直不落 完全超九十二年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的版本 九十二月九十六年的版本 一直不落 但是 因為立法案在審議法案的時候 假如有刑任版本 相關的所長一定要到場 因為這兩個法案 慈敏而論 在今天我們看起來 尤其我們的趙委 林偉多委員最清楚 我們支付款黃執法 六、二十號在這裡審查完勁 明天要刪除公告了 相關的法令 條文的進和漢格 只有十幾個法案 但是已經目前 主管黃執法 已經修法完成 明天要刪除通過 慈敏而論 這兩個法案 根本沒有省的空間了 也就是說根本不需要再立這個法 當初要立這個法的時候 第五屆 第二屆的時候 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阿美時代 那時候大家在委員會 所以 第五屆也有行政版本 也有林偉多委版本 然後第六屆 到上一屆也有 包括我們李敬以為的版本 包括蔡正妍的版本 所以這個整個立法過程中 現在整個法制面已經 徹底完備化 慈敏而論 這兩個法案 本來就是 就是可以不必省了 因為明天就要支付款黃執法通過 那既然來了 大家要去談別的問題 我想今天國民黨不是為了支款黃執法 當然為了飛彈的事情 司馬到自信 沒有關係 要怎麼 大家一起來討論 大家也討論大家如何來看待這個事情 至於你說 相關的部會首長 本來對立法院省的法案的時候 除非行政院法案 一定要來 況且這個法案 行政院以及立法院都有共識了 根本不需要再立了 尤其我們在令制孔治法的時候 非常低調立法 因為我們大大大興的稿 變成恐怖只是他們攻擊的對象 所以請各位委員 我想今天來的都是 包括國安部副部長 我想大家可能對國安部比較有興趣吧 那國安局副部長等等 當然是因為沒有行政法案嘛 所以相關的副首長來就可以 以上報告 好 針對這個 這個 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列席官員 有關於今天在審查 有關於防恐的法案 防恐群動法 痴密而論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三個委員會聯席 我一早看到 國民黨很踴躍來登記法案 那我知道主席安排這個苦心 那應該是 向裝武艦自在配工 要針對飛彈事件 有關於飛彈事件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立場 整個經濟潰散 經濟當然無存 是要徹底整頓的時候 是要整個要重新來檢討的時刻 那我想曹委立委也不會去回避這個問題 那蔡總統也針對這個發言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 有關於這個飛彈事件 當然另外一層面要談 這冰凍三死也非一日之寒 整個經濟的潰散 當然無存 以及這個 這個尊嚴 金人尊嚴 以及整個事情 這樣如此低落 這是坦白講 而論 這是史上最嚴重的時刻 回頭要來檢討這些 當然 民進黨執政以後 一直強調是 這個經濟國家化 那當然我個人認為 對於經濟打擊於士氣最嚴重的時刻 是在馬英九執政時代 尤其馬英九上來的時候 一直 一有所指 然後以總統的老祖身分 一直在影射說 國務軍升降臨都要送錢的問題 後來查也無實際 整個經濟當然無存 尊嚴不見了 今天面對這個問題 我認為 飛彈事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 民進黨絕對不會迴避 大家共同來面對這個 我們國家的危機 這個是今天我對於主席安排 這樣一個很用心良苦 製造一個舞台來重新創造 這個司馬達斯心最 比較精確的前世好不好 那至於 這個法 當然黃大陸委員 在談這個法的問題 我稍微讓各位來回顧一下 有關於這個恐怖行動法 反恐怖行動法 的立法構成 這個立法構成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2001年911戰爭 911事件的時候 美國在一個禮拜內 那授錢 這個可以用 國會授錢 可以用金屬武力來對付 他們有愛國者法等等 相關法是一直立法 同時美國在2014年成立國主安全部 那不管美國 和英國日本全球都如此 那時候 我們在 我們在議場委員會 在偏列預算的時候 請各位不要忘記 因為 反恐是全世界行為 所以美國要求 我們在反恐上 步調一致 相關的法制 當然要處理 相關的設備 也就是說 反恐的監視設備 我們國家偏列的預算 買最新型的 512衛員的監視設備 這些監視設備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 放在調查局 放在巡視警察局 結果這些設備 在 2013-916戰爭的時候 馬來就用國家的力量 特定組的力量 全部在監視 24小時監視 這個過往歷史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本期在授折這個法案 和別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回過來看這個法案呢 2002 民國92年的時候 民進黨執政 也就2003 提出這個法案 新年提出這個法案 同時當年也有 林佐治委員提出這個法案 那林佐治委員法案比較晚出來 所以後來改動進入二讀 那在我們一樣的委員會 司法內政外交都聯繫審查 除了以後 委員會通過以後 院會沒有處理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儀利 我們對於恐怖主義的攻擊 不是那麼嚴重的國家 那設這個法 當初最大的儀利是什麼 是違反人權 違反自由法治 對於恐怖行為的涉嫌人 這種規範 大家都有儀利 那這個 這局不聯繫了 這局不聯繫了 這局不聯繫的時候 再到 再過來就是第六屆了 就是民國九十六年 民民黨執政在 正式2007年 由蘇貞張院長提出來 送到立法院來 送到立法院來的時候 在程序委員被國民黨委員黨 為什麼 他說這個 民國九十六年 2007年了 總統要大選 那時候有弄兵推 被防恐行動有演習 中華車也派出來 有做一些演習的行動 國民黨說這個 可能為了刑期 為了總統大選 再布局 結果在程序委員被擋了 後來勉強送進來立法院 當初只是行政版本而已 但是呢 後來也沒有審 這局不聯繫 那上一屆呢 上一屆我剛才講過 有李菁英委員 馬文君委員 蔡政委員委員 都提出版本 上一屆也沒有審 那這一屆 我們再回到這一屆來 這一屆來 現在就是剛才黃大樹委員的提案 以及馬文君委員的提案 那馬文君委員連提案 說明都沒有來說明 這些提案 完全一字不漏 完全一字 勾去行政版本 那現在我們回頭來 過來我告訴主席 我們回頭來看這個法案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 6月20號 是不是審查過 子孔 子孔防治法 經過兩次委員會 那也大家對於 對於人權的疑義 包括扣擋的解釋 大家都有非常詳細的討論 只有經過兩次 那還在明天 因為要刪除通過 所以說 整個 這立法構成 和這個 到底有沒有需要這個法案 大家可以很清楚 來看待 今天這個法案 十幾年前的法案 當初 這個法案裡面 不清楚 被受挑戰的疑慮 包括人權自由的 傷害等等 還是存在的 那子孔防治法在這方面 也有 處理了 所以今天本來在這裡請教 整個我們國土 對於這個法案 最重要的機關 當然是行政業 行政業國土安全 辦公室 哪一位 來 是 黃財主任 我想說 剛才講很清楚 這些 整個 整個行為裡面 來看待的話 十並入 反恐 假如 反恐的話 涉及到多少法案 你的看法 目前有相關的 有部分的事 在 那個 國家安全法裡面 另外 我們洗錢防治法 還有那個 目前的那個 刑法裡面 都有部分的 條文都有牽涉到 我們的 反恐的部分 我先問你齁 是 我們在911以後 成立 反恐辦公室 有沒有 有 201 201 是 我們是93年 正式成立 你93年是成立的 你這個成立 成立然後 再轉到 國土安全辦公室 是什麼時候 呃 96年變成 國土安全辦公室 那成為正式的主 正式的單位 是在 100 100年的時候 正式單位 當作行政 實驗組織修過以後 出戶規程去處理嘛 對對 是 你們是不是有 平常怎麼作業 有沒有政策揮報 有 那誰召集了 呃 對 那就 有在召集嘛 齁 那對於整個 這個反恐行動法 坦白 這個法案裡面也要寫它 要成立 小組 有長組 要廢報 那這個法案 是要 成立 審議委員會 將來對於這個 整個 一直 一直完備話 所以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你認為 這個法案 現在這個反恐行動法 在這個時刻 和其他法案有沒有刊格 有沒有立法必要 呃 以目前這個版本的話 的確是要 要再好好審慎去評估 因為目前還是 有很多的 呃 之前的條文裡面很多 和現在 我個人認為喔 這個法案和其他相關十個法案 至少有刊格和進合 包括國安法 國安法 國安法 國安會組織法 包括行政防制法 通信保障監察法 包括行政法 行政訴訟法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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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那個 行政 執行法 還有 還有警察 執行法 等等 至少有四個法律 這個要 整病的 那 你現在散佈在這些 到最後 終極大成的就是 知恐同志法 所以 在法律面 我個人認為 在法律面上 根本沒有在去立這個法的必要性 這個第一點 第二個 在人權法制上面 本來講 在後來在處理 在我們資本法治法都處理過了 這個法 它有很多 遺憾人權法制 也就是說 它會用很多儀式 可信 然後要採取強制作為 包括 海刑署都可以強制作為 包括 隨時可以健身 這些法都應該 不應該 這個法已經不應該再處理了 另外 我們現在也有機制 整個機制已經完善了 整個機制完善了 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說 有政治上的理由 因為 我們已經在三部各法院 已經完字化 IS攻擊 我們不是他們很 很高度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在立這個法 一定他們注意 這個有政治意涵 所以包括 資本防治法的所有 都是很低 大家都 都不是很張揚在立法 這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本身今天 對於 今天這個審查法案 我個人還是一樣認為 不管從任何角度 找不出一個 在一個十幾年前 已經不予審議的法案 今天拿出來 從兵戶裡面拿出來 然後 提案委員 也不知道過去的立法過程 那 第一個 民國九十二年 最初始的版本 照抄送進來 這是 立法帶動 我認為 這個 這個行為 以後大家提法案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總的來講 我個人認為 今天 用 防恐行動法 沒有在立法的必要 至於國民黨要談其他問題 我想民進黨也會面對 好不好 誰主席 那 當然你也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大家合作點事 等一下要跟你做說明 好 這個